欢迎回到健康2.0 你不要以为你到了地球黄金线这个节目 其实十一柱形的形啊 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在我们的健康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人的行动力 除此之外呢 除了人的行动力要好 如果可以在这家里头的 老的啦小的啦一块出去 哇那真的才是天伦之乐的幸福 所以呢前翼告诉我说 有一台SUV很厉害 像变形金刚一样 话说前翼人嘞 我在车里面第三排 我在第三排 你看后面还是很宽敞 而且VIP座位 你180公分都坐得进去 185跟正下 好那你现在出来吧 我可以自己出来啊 你看看好了 很方便 而且我这边开个门呢 然后自己就可以下车了 你看非常方便 这台车看起来就是 跟一般的SUV车很像 而且蛮有运动感的线条也漂亮 可是你告诉我说 可以带老人家 如果行动不变的话 也可以去 是 没错 真的吗 凯云我现在给你介绍这台 厉害的 这台不单单是那个七人座 我刚才坐在后面 总共有三排对不对 对 非常宽敞 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令它炸蛇啊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后面第三排座椅 对不对 我只要把它这个拉起来之后 它就可以往前 那往前之后倒下来 可是这样轮椅还是上不去哦 对 那所以呢 你看哦 我只要把这个地方一拉 然后它就可以往旁边 这个地方翻上去 哇 像翅膏一样收起来 对 而且它旁边可以这样勾起来 这个呢 只要轻轻折下来 那这边呢 也是一样 翻上去 然后勾上去之后呢 就把它折下来 有没有 就变成大 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了耶 对 你就想说 那这样怎么放轮椅 对对对 怎么弄呢 轮椅如果老人家的话 它这边有个安全扣扭 你把它翻开来之后 就这样很简单 你就把它拉上来 直接连成一起 拉上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卡扣 对 我就走到后面来 只要这样直接拉 很轻松 因为它这个都有油压顶杆 是 我就直接把这个地方 往后面拉 哇 修的 不用去排一个排纸 对 直接把楼梯建起来 它这个是完全是铝合金 非常强壮 对 它这个承载重量也非常的安全 这个我有自己上去站过 对 因为我其实 我来节目之前 我刚好去看了这部车 那时候我看的是五加一 但是这部其实是非常好 因为我的体重蛮重的 我就故意上去站一站 看会不会凹下去 结果呢 结果他竟然可以承载 我的重量 那我来试着推轮椅上去 ok 真的很好 因为他的这个坡度 对 坡度也不会太斜 不会抖 我们要评估 那个无障碍设施 这个坡都不能太抖 对 不然他下来就像做云霄飞 而且他上去又会很累 他这个比较心血管 就有问题了 其实他有好处 因为有时候家里面会有一阶阶梯 对不对 你也可以直接靠在上面 因为他很多万事 所以他靠在上面 你可以直接像空桥一样 就可以过去了 哇 就可以自己设置一个 无障碍空间 那如中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如果说您是坐在这里的话 来前演 你说我演爸爸 对对对 你演爸爸 那开始要这样抖 来来来 在后面 怎么会在我前面 他现在已经把他爸的个性演出来 对对对 来来来 其实我应该扶他 你把他坐好 来来来 他就会弹一下 因为他其实上不去 我就会把他脚抬 抬上来 这个确实是心动不变了 这样会遇到的状况 慢点慢点 儿子慢点 儿子慢点 这进去吗 等我一下 我帮你把这个 这个先把他弄下来 因为他上面 是我的卡笋 其实有一个安全卡笋 这个非常好用 因为我们推上去 他会动嘛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只要这样 最重要是安全问题 对 把他推上去之后 超轻松的你 来来来来 来 其实我们不用很正 他稍微卡上去之后 只要把这边一踩 OK 就这样卡住了 他就卡住了 而且卡住之后啊 他还可以再绑安全带 就这条安全带啊 就是把他拉出来 绕过去之后 来把你处理一下 好 来来来 扣在哪里 在这边 不能呼吸了 不能呼吸了 你用力啦 自然 然后把他卡在这边 其实还松松的 然后再做一些调整 其实他就可以把他卡住 然后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个这个啊 再把他折起来 有没有 这个非常轻松 收在我的下面 真的是可以直接出去玩了 就可以 可是如果说想要喝水啦 想要这个手机要充电 或冷气冷不冷的话 有哦 他后面还有一个 专用的一个手机孔 那爸爸需要玩那个手机的时候 还可以死 爸爸可以玩手机 这个 如中你自己觉得这个感觉 这可以说是七祖后的VIP包箱 真的是VIP 而且他的视野 因为比较高 所以你问一下这个如中爸爸 他的感觉 看出去的感觉 不会那种被压迫的那种感觉 如中爸爸 我第一个惊讶的事情是我很高 我爸也高 进来是OK的 真的耶 是宽敞的 然后这个高度 其实跟我们的前座 跟最前座的价值座 都可以聊天 没错 也看得到视野 而且也不用说 好像一直看着后脑烧 如果说我这边有水要递给你 有毛巾 有什么 其实就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沟通 并且其实不宅 我以为他靠着这两个收起来之后会宅 其实是蛮宽敞的 有点像一个人扮的座位的感觉 他没有牺牲那个坐轮椅者的安全性 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驾驶座 我觉得SUV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开到底方不方便 尤其车这么大 有时候停车等等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驾驶座看一下 像我平常有在开车 那前一你说这台车 它的一些功能上面 对于如果说年纪大的人 整个位置前后距离没有办法抓得这么紧 或者有的女生很紧张的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没错 因为它有这个360度的环景 而且它有这个迎宾模式 我们上车你发动引擎之后 它会先扫描一遍 看看车的这个周遭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打开之后 就是你看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首页 然后行车AR的模式 现在我们出现的这个是从空拍的 然后你看旁边有很多的点 凯云你按一下后面这个点 好 这里好像有个东西 有个宠物什么之类的 不能撞到它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后面的这个地方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宠物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按下这个呢 它就是摄影机往后 而且是从上面往后看 让你可以纵观它的整个环境感 而且我现在看到左边这边有人 所以如果有时候停车的时候 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来再帮我们挥挥手一下 所以主任跟三位来宾都在这里 因为它的这个摄影机 是从我们的车侧往后拍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有用 就是譬如说摩托车经过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都可以从这边做观察 而且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调配 OK 所以还蛮准确的 如果你现在站的距离 一大距离门一步左右 对 OK 所以确实在这里是看的还蛮清楚的 而且它有一个很智慧型 比如说你到了目的地之后 你要下车熄火的时候 对不对 它自动会跳出这两边的画面 就是让你看看 先看清楚没有摩托车了 你再开门 这个对于零发烛 或者是我们一些女生在使用 真的非常非常有用 好 我现在先在看随便点个地方 OK 假设是这里 对 这个地方 哦 它就会让你看到说 你点了那个地方 到底是什么情况 它就上面就会出现一个摄影机 就告诉你说 我们从这个方位来看 那你也可以点这个 这个是透视底盘 它有一个透视底盘是什么呢 譬如说你发现旁边有个水沟 我好像有没有去压到它 我也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你按下去 就可以看到我们底盘的一个状况 有没有 车子按下去就变透明 四个轮胎的位置 譬如说我们有很多地方是那种小边边 你怕去压到水沟 轮胎掉下去 你就用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 我们如果到了要把老人家 譬如说轮椅要下车的时候 我只要利用这套系统 我就可以观察到四周 因为以往可能你要下车 自己东看西看也很危险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使用上面就非常方便 你看他们还站在旁边 对他们还站在这里 好那你刚刚说车子熄火之后 现在让车子熄火 对 你说马上会显现出来 有没有 有耶 它会显现 这个非常非常有用 它有左边跟右边 它就告诉你说 旁边到底有没有摩托车啦 有没有来人 看得很清楚 两边它都拍出来 像这边有脚踏车 对 然后另一边有我们的来宾 对 因为我们很多女生 其实有时候比较紧 你知道吗 一开门 可能摩托车冲过去会撞到 那你先看一下 有这个系统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贴心的一套系统 所以在安全上面 防护 然后准确性上面 也相当足够 主任我也想问一下 从医师的观点来看 你看这个车辆还有什么 平常我们如果在帮家里头的长辈 跟小朋友挑 这种全家人都可以用的SUV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上车的高度 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对于影法阻炎太低的座位 它要起身不方便 但是对于太高的车位 它又爬不上去 它可能需要踩一个踏垫 或是拉扶手 对 有的SUV很高 像这一台 我就觉得第一个 你感觉它的车高不高 等于就是我们如果说 主播靠过去坐上去的时候 其实一坐就上车了 对 它不需要再去踩一个踏板 因为它的 我去看车的时候 我发觉它的车高 比一般的车高低了五公分 低一点点 然后另外就是说 因为太高跟太低 就是有人家行动的一遍来讲 都是比较辛苦的 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到医院去 有时候我们希望可以 陪着爸爸妈妈到门诊 马上就到门诊 但是有时候我们开 太大型的乡行车 当福祉车的时候 那个车子往往停不进去 那种一百八十公分 限高的那个停车位 所以这个车 刚好可以进得去 然后我就可以推着 我来补充一下 这个高度是一百七十多而已 一百八以下 全部都可以进去 而且它的长度 其实只有四米七多而已 等于说如果 我们一般在停车 基本上是 都不用特别去注意 不用不用 甚至一些机械车位 它都可以进去 因为它车长 没有超过五米 它车高也没有超过一百八 这适合一般的座位 就可以坐了 所以是蛮好的 好 如同我也想问一下 因为你刚刚自己 有坐在车子后面 过去你也常常 带爸爸出门 必须要去看医生 那当时你都怎么 带他出去的 去诊车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变成 除非急诊的时候 他要推轮椅出来 不然就是他慢慢 一个一步一步爬进去 所以刚才医生 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爸爸上车 其实非常困难 因为他脚僵硬 对 他很僵 有很多人是用抱的 我爸爸太重了 真的抱不动 所以他上车的时候就很难 脚 我们要把他脚 用力的跨上去 再跨上去 但这样跨上去之后 他的屁股在外面 你就开始往里面推 因为不可能 塞进去 塞到这个位置 要从那边塞过来 这个座位 刚好是在膝盖的高度 就只要坐上去就好了 对 所以可以 爸爸如果在等家人来接他的时候 他可以这样轻松的坐着 了解 然后他也不用说 他如果还不需要坐在轮椅 他可以坐在这个旁边 看着孙子玩或是等家人来照顾他 他要站的轻轻的就可以站起来 就不用耗费很大的力气 他容易上车 容易下车 他就愿意跟家人 他愿意跟家人 他不会说待在家里 老是坐在家里看电视 脑部也退化 肌肉也退化 骨质也出松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车子 可以让老人家觉得说 我不是个负担 我对我的女儿不是 而且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车基本上是欧洲底盘 所以刚刚如中 你坐在后面 整台车如果开高速公路 他非常稳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他这台车 其实他的售价 真的在百万以内 我觉得一般的家庭 其实都可以负担的起来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 就是他没有牺牲 后座着我们最宝贵的 这个老人家的安全性 因为他后面 我本来就问他说 这个车子 如果轮椅坐后面 会不会撞一下 他跟我說 这个是 这台车是台湾的骄傲 对 它是整个底盘 是在一起 后面还有一个填字形干凉 不会说我爸爸坐轮椅被撞的时候 突然掉下来 他就掉在后面 我发现王室有这样的研究 他讲的时候都还会带着这种笑容 就是感觉是真的很喜欢 而且他后面那个坡道 刚好起来 对对对 我的老人家 我的爸爸妈妈后面有一个 这个铁板 帮我挡着 万一被撞击的时候 他是先撞铁板 他不会直接中击到后面的人 这个是就骨科医师他的观点 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宝藏 广告之后还要继续来看 那么平常我们要训练自己的行动力 还有什么样好的方法 而且跟仪式有关 另外这所谓的SUV变形金刚 它还可以有不同的变化 不是说只能推轮椅 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